接著到2005年 現在告訴你L1這條線 幅童沒有寫 記住寫上去 是2x-y加4等於0 它剪除了x軸是A點 和y軸是B點 L2是另一條線 會垂直 記住圈子的東西 垂直於L1 有9度 但沒有給L2的例子 現在說有條線 從Origin 會perpair perpendicular to L2 即是它和L1是平衡 那就會和L2相交於D點 接著就這樣 接著叫你write down 腳角定力ofA和B 即是找L1的 X-intercept和Y-intercept 記不記得找X-intercept是甚麼 找X-intercept就是 RangY等於0 RangY等於0 2x加4等於0 那你計算到X等於-2 所以A的座標呢 就是-20 那找Y呢就是 WhenX等於0 那是-y加4等於0 那就是Y等於4 所以B的座標呢 就是0,4 那又加了兩分了 那叫你找Equation of L2 L1和L2會垂直的嘛 那你先找了slope of L1 那slope of L1呢 應該是這兩點的slope 是0-4 over-2-0 那你計算到呢 是-4除-2是2來的 那因為L1垂直於L2 所以呢 slope of L2呢 應該是-2分1來的 垂直嘛 垂直嘛 就是-1 那L2呢 有了邪略了 會經過B的這些點 所以就是 Y-4等於-2分1 X-0 那你會計算到 Y等於-2分1 插了它 等一等 Y等於-2分1 X加4 那就搞定了它了 好了 B part 它叫你找ODC 這個面積 和這個四邊形面積 那ODC 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還有有4分這麼多 即是不會這麼快 計算到它的答案 那你有AB2點 那其實可不可以找到C的座標呢 找了C的座標出來看看 因爲呢 這個面積呢 好解決 要找OC 和OD 可以嗎 不是 OC和D垂直的距離 所以C座標呢 代回Y等於-2分1 這條式 你找到那個C座標呢 應該是-80來的 OK 80 Y等於-0 X等於-8 那這點座標是-80來的 那還有呢 L1和OD 是平衡的 你要找Equation ofOD 那麼 slope of 這個OD 應該是2來的 它經過0 它經過0 0 那麼Equation ofOD 應該是Y等於-0 等於-X-0 即Y等於-X 那你可以找到一個D座標 噢 原來可以找到一個D座標的 你要把Y等於2X 是1式 這個是2式 那就快點解決了 2X等於-2分1 X加4 你找到X應該是-4 除2加2分1 那你會找到呢 是-8 over5來的 那X是-8 over5 Y呢 就是-16 over5來的 所以呢 D的座標是-8 over5 和-16 over5 那再跟著了 那其實已經呼之欲出的答案 它找到OBC 這個三位面積 給這個4比0面積 那Area 那我寫在這裏了 OBC三位面積 其實是-8 8 over5 除2 底成高除2 不是-8 8成-16 over5 除2 OK 那其實呢 這個4比0面積呢 其實這個是大三角形 減了這個細三角形 那就找到這個4比0面積 所以是-0 OA呢 是2那麼長來的 這裏是-8那麼長 所以這個全長呢 是-10來的 10 OB呢 就是這個ABC三人的高 那你找到它的高呢 是-4來的 好了 所以10乘4 除2 就是這個大三角形 那你減回呢 你減回小三角形 那你就可以找到它的比例的了 那阿Sir一二按計數機 8乘16 over5 那你計到呢 這句話呢 是-64 over5 那隔離是-10乘4 除2-64 over5 就是-36 over5 那你就是-64 over5 除36 over5 那你找到答案是-16比9 原來呢 那些題目這麼討人真 最終的 不是找Equation的Straight Line 是要留意呢 那些三個人的高 OK 那再下去了 再下去下面的領 好 Rombus都考了 Rombus Rombus 有什麼特性呢 四條邊一樣 OK 叫你找E點的座標 E點呢 其實是AC的什麼 是Mid Point 所以呢 E點的座標呢 其實是2加8除2 和9加1除2 那你找到呢 應該是55來的 55 那你找Equation of BD 那記不記得Rombus的對角線 這隻角是多少 其實它們是互相垂直的 那互相垂直之後呢 有E點就可以了 那其實現在用AC的slope 那slope of AC 其實是9-1 over2-8 這個是8-6 所以是-4 over3 因爲 因爲 因為AC垂直於BD 所以呢 slope of BD呢 就等於3 over4 垂直 那馬尺的成分是-1 那有3 over4 和55 所以Equation of BD呢 是y-5 等於3 over4 括號x-5 那你會計到Y等於3 over4 x 即又是了 3 over4 乘乎-5 加5 你會計到是5 over4 來的 那又計到A Part 那又有4分了 B Part呢 告訴你 AD那條Equation呢 是x加7y-65 等於0 那叫你找BC equation AD和BC有什麼關係呢 平衡 那你可以在AD的Equation B Y做主項 7y等於-x加65 y等於-1 over7 x加65 除7 所以呢 slope of Bc呢 就等於-1 over7 那你再檢視一下 BC equation有斜率了 有點 那又是 y-1 等於-1 over7 括號 x-8 那你計下去了 就是 y等於-1 over7 x 8 over7 加1 15 over7 再加15 over7 再加15 over7 搞定了 那你經常 記不記得 經常都找到 Equation之後 做什麼 最後 那題目 叫你找Bd equation 和BC equation Bd 和 bc 那其實有什麼 然後叫你找AB的link A有座標 但是B沒有座標 哦 其實你想找回 解回聯立方程 Bd和Bc的二句成 找到B的座標 再用Distant formula 找回AB的距離 所以 就一式二式 就有 一式 在這裏 二式 在這裏 這樣收入了 3 over4 x加5 over4 等於-1 over7 x加15 over7 OK 沒有記錯 那這些是同類行的 3 over4 按計數機 3 over4 加1 over7 那你計到是25 over28 x 那那裏 15 over7 減回5 over4 計到25 over28 X這麼正是1 OK 那x是1 那y是多少 y是3 over4 x乘1 再加5 over4 另外y是2 OK 所以呢 B的座標 是1 2 那看上去圖 可不可以是1 2 大概都是1 2 因為這點是2 所以這點肯定是1 接著找AB的座標 AB的距離 A是29 A是29 B是12 那AB的距離 用Distant formula 2-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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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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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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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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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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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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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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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pe 因位先 給你們多一些解釋 等一等先 手機 沒辦法 剛才手機現在再來過 現在要找slope of bc slope of bc 再調小一點 支筆先 剛才算到是-3 over 2 沒錯 因為 因為ap垂直於bc 所以 slope of ap 應該是2 over 3 還有a的點 y-0 2 over 3 x-1 y-2 over 3 搞定 接著找h的左標 h有什麼特別之處 它在y軸上高 x是0 將x等人丟去 x等於0 咦 有些問題 對 去回到這裡先 很快去到這裡 去回到這裡 對 weng 你要按 你要按 weng weng x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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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下去 y等人 2 over 3 所以h的左標是0 2 over 3 好 那就OK了 然後 他問你 他說 Proof that the 3 additive of the triangle abc pass through the same point 他叫你證明 這條線 甚至乎是這條線 都會經過h 這一點 那你已經證明了 因為ah ch 都有了 你只需要證明bh 垂直於ac 就可以了 那你現在就要找 c 你就要找 slope of bh 好了 乘回slope of 這個ac 看看是否負1 是負1的話 他就全部都經過這一點 好了 bh的邪率呢 就是 0 2 over 3 over 2 0 那你計到呢 應該是 負 不是喔 負1 over 3 這邊呢 就找ac的邪率 ac的邪率 出來了 啊 ac的邪率 剛才找到了沒有 那你就是 3 減0 over 0減負1 就是這個答案是3 那負3分1乘3 3就是負1 哦 所以 bh 會垂直於ac 另加 什麼事呢 另加 ab 垂直於 oh 的 再加 這個 ah 又是垂直於bc的 那3條垂線呢 都會經過h鏈 所以答案 yes 啦 or v additive al t i t u d e pass through the sing point ok 那 就做了所有pass saver 給大家看的了 下次回來做nc 對 對 谢谢大家